也許世界真的變了 天天戴口罩 防疫期間人們變得疏離 也容易陷入憂鬱 影片中藝人謝祖武 化身花農花瓣消費者三個角色 獻花給防疫線上的幕後英雄 這時候能夠有一份這麼美麗的花梨 送到她的前面 放在她的工作場所 放在她的辦公室 放在她的櫃台 她看到這些花味 她心裡想到是什麼 由於我們大家一起做她的後證 除了邀請謝祖武 擔任活動愛心大使 農糧署也和台灣花店協會合作 準備6700份的花禮盒 獻給辛苦販售口罩的藥局 以及衛生所人員 健保的特約藥局 還有我們的衛生所 相關的同仁非常的辛苦 他們每一天現在 平均要服務 差不多120多萬的這個來索取 近百位的花藝人員 三天三夜趕工 要將精心準備的花禮盒 送到全台6000多家的藥局 及衛生所 希望在疫情期間 用美麗花朵療癒他們的心 記者林西縣王安寧 台北報導